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我们真的跌赢其他的指数 其实也不可以这么说 大家看回画面 到上星期五 行政指数 今年年头到现在 埋单跌了 但可能Debbie或其他观众都会记得 曾经一到我们行资 差不多不见了 两成有多 其实老实说我做了股票 这么多年 都很少见到一个季度 可以不见那么多 不过虽然这么说行资好一点 不过看看画面最右手边那边 恒生科子也没办法 都仍然是全球 可以说是最弱的指数 其实我们看回 股市 年头到现在的表现 其实有点危段 告诉我们 左手边原油上升 那就知道什么事了 油价上升 不多说了 但是反而看股票的表现 我们发现 其实欧洲那边 是影响得大的 因为始终 澳湖局势那边 影响那边比较重要 另一方面 你看到 我们恒生科子 怕除牌 OK 跌得多 明白 但同一时间看到 垃圾那边 其实都是差的 垃圾其实一度 都是不见到 19% 20%的 原因是一件事 就是我们接下来 可以再探讨多一点 滞涨 有机会再加多些息 这一件事 其实我们之前上 也曾经提到 原来那些科技股 高估值的股 怕什么 就是怕资金成本上升 怕加息 所以表现就是这么差 不如这么说 市场始终去到上个星期 18,235 我累了 记了个脑子 今季不见到22% 老实说 够了 今季真的够了 可以支持一个短期的反弹 希望可以延续到 第二季某个时刻 不过 我们现在画面 看到一个图 就是说 未来 我们怕一个字 不是通胀 是食制了 是经济账 经济停滞 通胀控制不了 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市场指标 是引发市场忧虑的 譬如你也看到 上星期联储局 就出了最新的声明 就预计 今年再加多6次息 例如英国那边 亦都连加3次了 我看到有些联储局理事 都说 我们会不会未来讨论 其实是加加半厘 我怕 其实次数也不重要 Debbie 你说7次 一共加7次 每次0.25 可以 即加落数就是 1.36 1.7 但是如果 1.7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 有几下要加半厘 整个故事不同了 其实现在在这个画面 我们就表达到 直接表达到我的忧虑 这个是什么 David 这个就是我们 是啊 没错 这个是债色曲线 我特意放三条线 在这里 红黑那条 就是顶顶那条 就是现在的债色曲线 怎么看的呢 好像有点复杂 原来你看到 左边一直搜到右边 就是说 越短期的债券 那个息率是多少 右边就是越长期的债券 的息率是多少 挺有趣的 原来呢 我们看回来呢 原来呢 现在那些呢 什么十年去到三十年的那些呢 很平的 就是说呢 远期那些呢 那个债息和现在呢 都不是差很远的 这个其实不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理论上 我们做定期都知道了 越长期的定期的息率 应该高一点的嘛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么平 就是长期的利率和现在差不多 只有一个原因而已 就是说 市 想着未来的经济 不行啊 所以呢 连息都加不到啊 甚至呢 甚至呢 甚至去到某个人要减回头呢 是的 所以为什么呢 那条线会那么平 但是同一时间又看到有三条线 就是说呢 三个月前 和呢 一年前 我们会看到了 一直拉上 就是说呢 其实呢 短期的息率呢 一直是升 那就是什么呢 好像刚才Debbie说的 怕加息加得快 人家联储屋都说要加六次 总要加六次息 就一直推上去 但是看远一点 又升不起啊 那就是说呢 又怕我经济不好 这个你就正正的 就是说给我们听呢 在怕两个字 滞胀